夜深了,驴来了,这样有吨位的汉册,你是否还有印象? 欢迎收看吕宝的好奇心频道之高中女学生惨死学校汉册时间 时间2006年,地点山东省济南市某农村高中 在一个平常的晚自习下课后,一对朝思暮想的小情侣终于可以相见 趁着漆黑的夜晚,两人准备在学校偏僻的汉册进行约会 可当他们走进汉册时,一双倒立的双脚打扰到他们的雅兴 本着乐于助人的原则,两人慢慢走进跟前,盖了冒老宝贝 您猜怎么着,他变年轻了,为啥,也为他被吓成孙子了 只见那双倒立的双脚下,竟是一巨头朝下的尸体 提前结束约会的二人赶紧报了案 警方第一时间来到现场,勘察表明,现场有大量血迹分件 死者头部被砍树刀,更吓人的是,连手巾和脚巾都被砍断 而且衣服凌乱,裤子还是半脱状况 随后警方还在汉册里找到作案工具 一把带血的彩刀,种种迹象表明 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杀人案了 那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凶手要这样痛下毒手 在行凶后还不忘这么折磨受害人 难道是他和他的家人得罪了人 警方第一时间从学校了解了,死者教于玲玲 今年16岁,平时成绩可谓是数一数二 同时特别受同学和老师的喜爱 基本没人能对于玲玲痛下杀手 于是警方只能从于玲玲的父母那了解情况 经过走访,于玲玲的父母也是老师本分的工人 在邻居眼里也是乐善好时的 肯定不会得罪到人的 既然从社会关系得不到线索 警方只好从犯罪现场出发来寻找线索 于玲玲遇害的地方是学校西南角的一个汉侧处 平时基本没啥人去这里 据了解,于玲玲失踪的时间也是在上晚自习后 可为什么一个高中女学生在上晚自习后突然来到一个偏远的汗侧处呢 为了尽快破案,还学校一个安宁 警方开始对于玲玲的身边同学进行摩擦了解 在询问到于玲玲的同桌及好友刘欣后 得到一个重要线索 刘欣向警方透露 于玲玲在校外有一个18岁的男朋友 在那天晚上下自习后 于玲玲没有和自己一起回宿舍 肯定是和男朋友一起去约会了 对于刘欣提供的这条线索 警方认为这个男朋友有很大的嫌疑 可刘欣只能提供出于玲玲有男朋友的信息 连男朋友叫什么,长什么样都完全提供不出 警方只好从老师和学校处了解 由于案发在2006年地处山东农村的一个中学里 当时的学校根本没有完善的监控设备 只有一位60多岁的保安大叔 经过了解,保安大叔明确表示 在自己当职时 根本没任何小青年从校门处进入学校 那有没有可能是通过翻墙进入学校的呢 警方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排查 否定了有人通过翻越围墙进入学校的可能性 顿时间,于玲玲所谓的男朋友就成了名 这真是又多了一件血案 接连几天都过去了 警方还是毫无头绪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 只好求助当地有名的神探法医姚贵法 希望她可以从尸体出发 帮忙找到有用的线索 姚贵法经过尸检 得到了和当地法医没多大区别的报告 于玲玲确实死于刀伤 最致命的一刀就是后脑勺的那一刀 而且周边还很整齐地砍了六刀 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头部损伤 虽然发现尸体时 于玲玲衣衫不整 但经过法医验证 她生前并没有受到侵犯 经过姚贵法的检测后得到不一样的结论 砍于死者头部的六刀 每一刀都砍在同一位置 从伤口形状和位置来干 凶手是高于于玲玲很多的 同时结合墙上的血迹可以判定 于玲玲很有可能是在脱完裤子上厕所时 凶手拿刀砍死了她 警方认为能达到这种效果的凶手 极有可能是一个力量高出死者许多的成年男子 但接连几天 警方朝着这个方向侦查 可都没有一丝的收获 直接让整个案件走进了死胡同 此时 经验丰富的姚贵法法医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既然寻找男性凶手一无所获 那么有没有可能 或许凶手是一个女人 又或许凶手就是学校的老师或学生 解开这些问题之前 就需要解开于玲玲 为什么要在半夜十点下晚自洗来这里上厕所的疑问 她直接回宿舍上厕所不行了 作为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 难道就不害怕吗 之前通过警方的了解和排查 基本排除了所谓男朋友的嫌疑 那凶手肯定还在学校里 而且就是与玲玲熟悉的人 以至于在案发时 她没有丝毫的防备之心 让凶手轻而易举的就得手了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姚贵法再次来到案发现场 独自一人对墙上的血迹进行分析 墙上的血迹大部分在半人高的位置以下 如果与玲玲站着遇害的话 血迹不可能喷溅得这么低 这就验证了于玲玲时坐着或者蹲着遇害的 在通过之前得到的于玲玲 生前没有被侵害 同时是后脑勺被砍制死的 这就有可能是于玲玲脱裤子蹲坑时遇害的 于玲玲遇害的地方 与门相距大概有八米左右 如果是一个人跑进来行凶的话 于玲玲会马上站起来与之反抗 显然于玲玲没有站起来 并且凶手都已经站到她面前了 她都还没有预料到危险来临 在姚贵法法医看来 凶手一定是与玲玲熟悉的人 而且很有可能是一个女生 期间假借一起上厕所 唯由进行行凶 对于姚贵法的这个猜想 办案民警表示不可相信 能对于玲玲造成如此伤口的人 应该是难的 同时还将她的手筋和脚筋都挑断 一个女生做不到这种效果的 按照这个推断 警方只好对于玲玲身边的老师和同学进行排查 在排查期间 警方得到一个重要信息 有同学反应 在于玲玲消失的那天晚上 她的同桌刘欣是和她一起下课回浅室 可之前刘欣却一口咬定于玲玲 没有和自己一起回浅室 还说出一个至今没法确认的男朋友 经验老道的民警觉察到这个刘欣一定知道什么 他们第一时间对刘欣进行了询问 可面对警方的询问 刘欣表现的只有悲伤 时不时还大声哭泣 来躲避回答 种种表现 警方认定刘欣有问题 在征得学校和老师的同意后 警方对刘欣的宿舍进行了突击检查 果然从刘欣的被窝里搜出了一件带血的外套 当警方把这件衣服拿到刘欣面前进行询问时 刘欣仍然很淡定地说 这件衣服是自己来大姨妈不小心弄的 在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科学的力量 经过法医的检测后 这件衣服上的血字正是死者于玲玲的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刘欣彻底崩溃 向警方承认了杀害于玲玲的事实 据刘欣供述 在案发那天下晚自习后 刘欣以宿舍上厕所人多为由 让于玲玲陪同自己一起到学校西南角的汉侧方面 在于玲玲上厕所的时候 刘欣就拿出了事前放在书包的菜刀 但于玲玲不注意的时候 刘欣挥起了土刀 每一刀都使出了全身力竞 直到于玲玲没有任何动态 自己精疲力竭后 方才停止 发泄完了后 刘欣渐地冷静下来 那个时候于玲玲已经身亡 看着眼前的好友尸体 刘欣心里也有一些慌乱 她本想将于玲玲的尸体砍碎丢到厕所里 但又害怕回去晚了引起怀疑 所以想整个将于玲玲的尸体 从蹲坑处塞下去 尸体塞到一半卡住了 那蹲坑太小了 于是刘欣不得不放弃 任由于玲玲的下半身裸露在外面 原本是同桌还是闺蜜的二人 为什么会闹得如此下场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不可人知的秘密呢 皮裤套棉裤 我来跟你说缘故 经过警方的了解 刘欣作案的动机就是因为嫉妒 刘欣和于玲玲从小生活在一起 打小于玲玲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成绩比她好 生活条件也比她好 自己怎么努力都无法达到她那种 每次考试也是充当于玲玲的旅业 久而久之 刘欣对于玲玲的怨恨达到了极点 她认为只有于玲玲死了 自己才可能过得比她好 正是这种扭曲的心灵 不仅伤害了于玲玲一家 还断送了自己的美好前程 余生只有在赎罪中度过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